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解球的方式有两条路线 一个是瞄准左边的颗心下 拉杆右晒 这个球选择短杆跳球 可能观众会觉得很纳闷 说这个短杆跳球要怎么打 这两种方式 一个是刚刚好跳过三九 打中一号球 这要非常精准 另外一个是打到对面的颗心 弹过来解一号球 我们看这个球它是哪种打法 直接打中一号球 这球难度非常高 这是非常难打的一个跳球 这个球等于是我们 在我们那个年代 小时候玩一种这个玻璃珠 等于是刚好一堆玻璃珠 里面直接飞起来打中那一颗 要打的那个球 哇 这个难度很高 这难度非常高 这球是跳得不错 希望张宏邦待会有机会 可以进攻或防守的时候 能够发挥出来 以前这个人面杀手 巅峰时期的这种水准 看能不能 能够逆转胜 好 看张 FM 哦哦 这更高级 这更高级 h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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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